405解题说明 首先我们先调整一下书放比例 开始解题 第一小题 将页面的色彩 移到版面配置 在页面色彩 橙色 接着呢 设定湖水印 制定湖水印 图片 选取 在C的AMS.CSF底下 插入 不刷蛋 说放比例 90% 确定 第二小题将免费参观键 改成 好我们可以快按两下 选择 变更图案 文字仪素C 向上弧形体现 按 第三小题将 图片的透明度 也就是有花天空这张图片 我们点选以后按右键 选择格式化图案 依序由上而下来 图片的 透明度 35% 接着 线条的色彩 磁心 色彩 升红 再下一个 3pt 细线 C线的样式 圆点 好 关闭 由于了 橙色的外框 挡住 所以我们暂时看不见 第四小题 我们在旁边按一下 选择橙色外框 进入到格式 然后选择在大小里面 好 这边有一个旋转 一记题目要求 旋转 45度 先按确定 一样的 在 橙色的地方 我们按右键 选择格式化图案 依序 从填满 图样填满 选择 选择 实心 菱形 前景色 紫色 背景 白色 背景一 好 取消框线 所以线条色彩 无线条 好 关闭 好接着 将图形 下一道 最下层 第五小题 插入 图案 眼角起形 好我们大致上 先拉出一个 然后选择 好 这一个 浅色衣外框色彩填满 蓝色 辐色衣 好接着设定 高度 1.5公分 宽度 8公分 好 按右键 新增文字 一记题目要求 输入 2011 斜线 401 好 拨浪符号 2011 430 好 修改一下 字形格式 在常用 在常用 自行 一记题目要求 自行 选用 Area Black 18PT 按确定 接着 接着 在格式里面 将位置 移到 下方 举行 文道图 置中 解题 解题完毕 存档 WPA 零式 切换 平分 结束 结束 2 1 1 2 1 1